云东方辽大清修第三天 Delta还没全部杀光 又扩大染疫 新增确诊再加一 那在14298确诊以后 15163就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那在6月21号有跟他共乘 公布最新个案是白牌车司机的群聚案再延伸 69岁富人因为和司机接触遭匡列隔离 一采婴后转阳匡列668人 目前裁剪都是银线 但富人感染途径还没厘清 可能是6月21号搭白牌司机的车 或是6月26号和确诊地席 同车转到集中检疫所遭到染疫 他是跟14905坐在同一个 同一个车子里面的 坐在斜队角 有网友在脸书上po文 说屏东一间防疫旅馆 27号晚上有多辆防疫游览车载人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感染 旅馆业者表示 26号晚上从防疫旅馆移出40多人 其中和富人同车的一共22人 其中一位还是未满一岁的婴儿 这一位是第一位在这边营转阳的吗 对 很像有几个 但是还没进来就PCR就检查出来了 屏东防堵Delta大魔王 好不容易连续4天加零 结果又破功 Delta大魔王难缠 让这起超大的群聚感染 已经累积16人确诊 接着张春华评论报道